今天過來幫客戶跟著這個企缸流水 它用這個位置就會滲下去 滲出來外面 但有些水痕可以看到 水痕在這裡流 在這個位置流 這裡外面封的玻璃膠是沒有用的 封在裡面封 它應該裝石的時候 要裝得很飽的奶油或者膠砂 現在來說 我們後補就是這裡打玻璃膠 打玻璃膠要很乾才可以 濕得很濕都不可以打的 是沒有用的 就要在這裡刮走舊的玻璃膠 可以補過幾次 然後呢 就可以吹乾 首先把舊的玻璃膠 走乾了 刮走了 這些玻璃膠 最後都鬆鬆去 然後就可以打開來接玻璃膠了 這些玻璃膠 這些玻璃膠 都要用風窗來吹乾淨水 我們割開的膠 之後 你看到這些玻璃膠 全部都是有玻璃膠 這個下面也是 這個下面也是 可以裝這件石器 要很飽滿油才可以 要不然將來我們這樣維修 都是很流視性的 這些全部都是 然後我們在角位置 塞上玻璃膠 但是因為這些角位呢 這樣擠下去是不夠飽的 沾完之後呢 要用手指壓下去 把手指壓下去 壓到一條蝦裡 這些洞子都要用再滾滾 然後在面上再封多一下玻璃膠 然後在面上再封多一下玻璃膠 現在就擠好玻璃膠,希望不要再漏 上手主要就是這個角,這個雲石和磁磚之間 這個接玻璃位,這個角位是深的 底部做得不好,表面再做多少呢? 作用就不太大,只是修補 這些很多師傅出來找食,我都不懂得說 這些洞磚,隨便拿腳片收蓋,拿去刷穿 一些周圍都是洞磚 加一匙浴瓶,這個浴瓶怎麼裝都會漏 因為設計有些不足之處 這裡洗澡,應該有高低級的 但現在它做平了,發現有漏了的情況 加一條鋼條都是不行的 因為這些設計呢,它加這些位置都是會入水 這些位置都會過水,在底部 這些位置都是,如果有水入了這裡,它要吃了它 然後就留在這裡一片子上去 把這些剝掉 這些膠,芥酒,我們再做過 然後再放在這裡,解決一點 我把油刀掉 把油刀掉 把油刀掉 已經是沒問題 所以,它把油刀掉 現在,我們應該都給它 好,好 走,可以 好,可以 好 好 高一 我可以 现在就加进去 水就过不到这个位置 好像这个肉瓶围里 要做个高低级的 做个压炉围在这里 我们避免一些雨水 洗澡之后 水就走不到外面了 洗澡之后 洗澡之后就走到这里 就不会出到外面 走到这里留回来 这个高低级要做的 一定要 这些这样的位置 星盘倒石屎 没有解走瓷砖 这样瓷砖免倒石屎 这个位置是不相食的 很容易都是滲水 下面那层 不过星盘问题 不是很大 最多一个桂梅 而这个棋缸位 师傅就做起了瓷砖 先来倒一条肌 这样一条肌 就吃着瓷砖面 这样做法 基本上都是一顶漏水的 但是跟师傅说 他就很大反应 好像杀人 那样 所以都没办法 他说从来都不会漏 为什么 因为 撿手末是我 这些我撿到怕 正确的做法 这里应该割了一条肌 或者倒一条肌 才做瓷砖 这样就没那么容易漏水 那他这样做呢 就容易做一点的 那些小肌 这样做法呢 一定漏水的 因为它全部都是空湿 很大空的 这个浴瓶又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滲水到外面 滲水到走廊 那 一看这些情况 就是烤铝响的 бум 是 AUG 那些师傅做几十年 都是這樣做 它是要生要死的 要蓋出來 因為兩邊都砸死了 要磨回去 現在左右都戒了 接著嘗試蓋 用釘膠來黏著 記得釘膠是不可以用在濕水的地方 否則它就會溶解出來 像這些這樣溶解出來 很離譜 它上手應該是經這些位置滲 這是洗澡位置 這邊是花灑位置 洗澡水就要入了這個位置 滲到這個位置 滲到尺寸欄 尺寸欄就不斷經尺寸 微洗管 為止吸水 就一直滲進去 出回走廊位置 這個就是門口位 廁所門口位 黑色 這些位置都是不合格的 這些做法全部都是不可以的 不過沒有辦法 好的做法應該是 應該是雲石帶 放在底 然後木框就坐在雲石面 這樣就不會永遠 一定不會濕 木始終最怕水 這塊是釘膠的作醬 因為之前流水 所以在盆頭 師傅找人過來打玻璃膠 記住這些地方打玻璃膠 再用得大 因為是濕水 做得好就不需要打玻璃膠 上手這兩道都叫敏得夠飽 但唯一這道就沒有敏飽 還有很離譜地用釘膠來去切雲石 我第一次見 這些雲石底 太過光雲都要割一割花 然後把雲石底撕開 看到這裡不斷滲水下去 就是這裡 我們用蕉沙泥粒 熱水 加沙泥粒 兩邊加沙泥粒 也加沙泥粒 我放在那裡 好嗎? 放入瓶水左右 藤栗花也要迫出 兩邊也迫出 這才夠飽 如果不飽,在外面吞噴有何是沒有意義的 做起了 而這些浴瓶,我就夠為欣賞這些兩邊都可以開 為什麼呢? 因為清潔,都可以清潔到 維修座廁都方便些